人标及新喜剧之王女一号也是龙套演员 接到周星驰邀约以为是诈骗 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新喜剧之王 是近期最重版的电影之一 该片由周星驰指导儿女主角一直都很神秘 近日该片终于曝光了一张女主角的海报 海报中面部脏兮兮的女主角 站在镜子前卸妆 她正在跟母亲打电话妈 我挺好的这一次我有台词 而女主角激动的眼中泛泪 而这个喜讯背后的含义 更是让人类奔扫在新喜剧之王 内视预告片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的猜测 这个被周星驰选中的幸运女主角 是谁原来她叫做沃靖文 袁明教恶博曾经参加过不少喜剧类选秀节目 还曾是我为喜剧皇第一季的冠军 后来又为宋丹丹相助 成了她的女弟子 即便是选秀冠军恶靖文 也大多是在电影里跑龙套 甚至片尾字幕都不会有她 当她接到周星驰的邀约时 完全不敢相信 傅导演打了三次电话 给我看了微信截图后 我才相信一开始以为是诈骗 对于这个小人物角色 她深有体会觉得 跟自己的性格和经历 很像大家嘲笑她挖苦 她觉得没所谓 生活中我也是这样毕业后 一直在打拼 没有放弃 没有转行 才有了今天这个机会 所以挺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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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